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午后是南部山区还有中部山区会一些局部性的短暂阵雨 其他部分的话都是算是干干爽爽的一个天气状况 所以今天的北台湾转为干冷 大家特别注意的是越晚越冷 所以今天如果说你要晚点回家的话 可能要再多加进衣服 而且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是这一波的比较偏冷的封面来报道的时候 最冷的一个时间 明天清晨会下探16度 所以真的还蛮凉的 然后也不是就不冷了 接下来的话会转为湿冷 所以等于是在今天明天 这个周末比较是干冷 下个礼拜一到下个礼拜四 东北季风会再次增强 北台湾再转为湿凉 所以一波一波 这样的一个东北季风或是封面报道之后 冬天应该就好到了 好所以这个部分是有关于今天相关的天气状况 中南部地区今天依旧的是非常晴朗多云的天气状况 所以就有空气品质了 空气品质今天也还稍好 因为受到东北风影响的关系 所以扩散条件有好一点 所以在中南部地区目前只剩下高频地区 是橘色提醒 另外的话中部跟于江南目前都转为是普通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高频地区的朋友 要特别注意 在气象部分比较值得关心的是 又有一个台风生成 但是这个台风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它到底会不会影响台湾 目前还没有定论 先前的六七个 大概就都是在菲律宾附近 那所以从菲律宾的西边穿过旅宋岛之后 就直接进到南海 然后就往越南方向前进 但目前这个的话 是在关岛东南方的海面上面 生成这个名字叫做闪电 那它的话目前是朝西北西的方向走 然后它有一个可能性是继续往西走 那如果继续往西走的话 就会再次的穿越菲律宾 那所以又是原本的这个路径 再有一个可能会往北走 那往北走的话 就会经过台湾的东方海面 往琉球的方向前进 那这个路径的话 可能对于台湾来说 就会造成比较可能的影响 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到底这个闪电台风 会不会闪电来袭 就要看下个礼拜 这个它的一个最新的动向 好所以我们会为大家持续来掌握 大概来说这就有关于今天 天气相关的讯息提供 那我们来看每个地方详细的温度 还有降雨几率 好我们看到呢 在北部地区21到25度 降与距离10% 中部的23到29度 降与距离10% 南部地区呢 22到30度 降与距离10%到60 和在东半部地区呢 宜兰21到24度 降与距离30% 花东是23到26度 降与距离10%到30 外岛地区21到27度 降与距离0 OK好 所以这些是天气的状况提供给大家 好那看完天气 天气渐凉 所以疫情受到关注 这个疫情呢 在今天看起来的话呢 又再次创下新高 全球单日新增 已经破50万了 这个先前都是四十几万 大概维持了一个多礼拜了吧 一两个礼拜 好那现在的话呢 是53万 53万1481个人新增确诊 7058个人新增死亡 所以呢不管是死亡的人数 或是说新增感染的人数啊 在昨天到今天看起来呢 都是破纪录的 好那这个当中看起来呢 美国真的是蛮严重的 美国昨天到今天竟然破8万 好所以呢 单日就有8万3000多个人 感染了新冠肺炎 那再来的话呢 依旧是印度啊 这个印度是49000多人 接近5万 然后呢 一样的就是欧洲这个重灾区了 这个欧洲呢 现在已经不是在讲说 破什么10002000维持多少 他破万的啊 这个国家呢 越来越多 目前看起来还破2万的 目前呢 破2万的国家呢 大概就有6个啊 这包括了法国 法国昨天又飙高了 单日新增呢 47000多人感染新冠肺炎 意大利呢 单日新增2万6 西班牙单日新增2万3 英国单日新增2万3 比利时单日新增2万1 波兰单日新增2万 所以光光是这6个国家啊 就已经呢 呃 单日新增是十几万人了啊 那另外的话呢 破万的国家也还有 德国单日新增1万8 俄罗斯单日新增1万7 荷兰单日新增1万 那瑞士的话也接近1万9000多啊 好 所以呢 整个的欧洲呢 在昨天到今天啊 光光是一天里面增加了27万人 感染的新冠肺炎 也是再次的刷新记录 好 所以呢 美国也一系之间飙高 然后整个欧洲啊 看起来又再次的陡然升高 所以目前看起来呢 这个欧美疫情在今天看起来呢 依旧都非常不妙 好 那除了呢 呃 这个美国出 美洲除了美国之外的话呢 那另外啊 几个比较重要的啊 这个 嗯 疫情区 巴西啊 也是一样 单日新增2万6 阿根廷 单日新增 1万3 哥伦比亚呢 也破万了啊 这个单日新增 1万1 那另外的话 墨西哥大概5000多啊 所以就整个的啊 每周看起来的话呢 也比啊 前几天看起来增加了更多的啊 这个单日感染的新增人数 来到了15万多人啊 所以呢 就是每周 那相较底下的话呢 亚洲就是比较平静一点啊 这个亚洲的话呢 大概整个州啊 这个看起来是 以印度为主啊 所以呢 它是 呃 单日新增是9万多人啊 9万3000多人 但是也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啊 这个中东地区啊 伊朗呢 它的这个 嗯 感染的人数 在昨天到今天也是陡然升高啊 对伊朗呢 来到了8293个人 单日新增确诊 先前都是差不多三四千啊 差不多这个样子 但是今天看起来特别的高 那另外的话呢 像是伊拉克啦 也是维持3800 印尼维持3500啊 那另外一个的话呢 就中东地区 还是一个最主要 目前亚洲的灾区啊 土耳其啦 这个尼泊尔啦 里巴嫩啦 等等啊 都还是呢 目前看起来都是一两千啊 这样的疫情在延烧中 另外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中亚啊 先前我们看到呢 有这个亚美尼亚 有这个乔治亚 那现在的话呢 亚塞拜然啊 就是现在 正在伯火中的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 现在目前看起来他们的灾情 就疫情 也是呢 逐渐的升高 都是两千多人单日感染啊 这个新冠肺炎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话 是在中东跟中亚地区 是欧洲啊 是亚洲啊 在这这一两天当中 比较值得关注的啊 那其他部分看起来还算是控制得宜 好 所以呢 就是有关于呢 在这个今天 看一下这个疫情呢 依旧不妙 所以全球呢 已经到了4529万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118万人死于新冠肺炎 那美国呢 真的很快的 这个期间都还是800多万人 现在已经破900万人了 已经来到了920万人感染了新冠肺炎啊 那如果以他现在这个每一天 若是七八万人的话呢 呃 就算没有再选前 呃 选后啊 可能开票期间这几天呢 美国呢 破百万的状况很可能会出现啊 所以呢 美国的这个公卫专家佛奇 已经特别指出了 在未来这几个月之内 呃 新冠肺炎在美国的大流行 将带来非常多的痛苦 所以呢 他不断的提高 提高警示啊 甚至呢 他要求美国政府真的应该要去 慎重的考虑 呢 强制全国都要戴口罩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是佛奇提出来的建议了 但是我想在选举前 在川普拼 呃 这个最后冲刺啊 可不可以逆转身的状况底下 你要这个 嗯 不戴口罩的 呃 这个川普啊 说同意 让全美国戴口罩 我看真的是还蛮难的 好 所以呢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呢 未来这一个礼拜 这个疫情 因为选举的关系啊 选举活动的关系 我想这个也是出现一个 呃 处在一个啊 这个相对来说 很难以控制的一个呃 状况底下 好 所以呢 这是有关于今天看得到的 相关疫情的讯息提供啊 那这个蛮糟糕的疫情呢 已经连续啊 这个造成股市的压力非常大了啊 在昨天终于呢 松了一口气啊 美国的股市呢 是上扬的 呃 那欧洲的话呢 涨跌互减 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 而在美国呢 道成功应指数涨了39.08点 收在 等一下 我看错了 139.16点 收在26659.11点 涨幅是百分之零点五二 拿下指数上涨180.72点 收在11185.59点 涨幅是百分之1.64 S&P500呢 上涨了百分之1.19 另外呢 费城半导体涨了百分之2.73 好 这是上涨的美国股市 那欧洲股市啊 这个目前看起来就只有德国是上扬的 涨了百分之0.32 但是英国跟法国呢 都是下跌 英国呢 下跌了百分之0.02 法国呢 下跌了百分之0.03 好 那这个欧洲股市呢 这个下跌的 或者涨的原因比较清楚啊 就是 他们最主要是因为呢 整个疫情呢 真的是强力的灌压 所以呢 这个压力一直很大 但是昨天呢 欧洲的央行 他们宣布呢 这个超宽松的政策依旧不变 而且12月份 可能会寄出更多的政策 好 回到来轩时间啊 OK 所以我们刚讲到的这个疫情 对于这个欧洲的影响啊 造成了 最主要呢 带动股市上扬的呢 是因为他们释放出更多的宽松的消息啊 包括呢 现在超宽松的政策不变 而且暗示呢 在12月呢 会推出更多的宽松 宽松政策啊 那所以呢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 德国的股市稍微上扬了一点啊 但是呢 英国跟法国还是小跌的 因为目前确实他们的状况 还是真的蛮严峻的 现在法国呢 已经宣布了他们要这个重新锁国了嘛 等于是第二次的封锁 那现在德国的话呢 是进行了相关的宵禁啊 就是相关一些的餐厅啦 酒吧啦等等啊 就都在都都禁止啊 就不在室内里面用餐 那另外呢 最新消息是呢 西班牙 西班牙呢 他们先前宣布啊 这要进入紧急状态 那在昨天呢 表示这个紧急状态呢 延长半年 所以呢 整个的欧洲情势呢 确实啊 这个很严峻 所以看起来呢 他们似乎呢 想要在这段时间啊 这个啊 就不得不了啊 这个采取呢 原本不被期待的 也不被预期的啊 这个一些比较紧急的 更严格的啊 这个封锁的措施 看看可不可以在呢 真正的冬天来临之前呢 把疫情给缓和下来 就是目前的这个欧洲 大部分的一个重灾区的国家呢 采取的一个策略 所以最近这一个两个 两个礼拜的 措施啊 会是接下来的关键 那对美国来说的话呢 你很难采取措施 我们刚刚讲了 因为他这一个 最后一个礼拜 正在冲刺 这个选情 但是这也就是疫情 看起来狂飙的时候 所以呢 虽然啊 这个嗯 佛奇啊 他的说法听起来 有点像空谷足音 就他还是坚持 讲他应该讲的话啦 就要要求 他希望啊 这个建议 美国呢 全国要强制戴口罩啊 但是呢 依照目前这个选举状况来说 很难想象他可以啊 这个接受啦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美国可能就这个礼拜啊 他们的疫情会是堪律的啊 那只是说在选举完了以后呢 会不会啊 这个稍微的啊 好一点 或者说会不会因为呢 选举的结果出现 使不同的人入途白宫 因此呢 整个的防疫的政策呢 出现了大幅度的转弯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可以去观察的地方啊 当然对美国来说 最重要当然就是谁 谁当选了啊 所以我们刚讲到的是 呃这个欧美股市里面呢 美国哦 目前呢 看起来呢 在昨天是上扬的 那他上扬的原因呢 当然有几个啊 也包括了一些 算政策性的啊 希望在选前冲力多嘛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在目前看起来 并没有办法在选前 达成共识的纾困 跟刺激方案 而现在众议院的议长 裴洛西说 那可不可以在选后 他说呢 希望选后 能够马上的呢 来跟这个美努钦 来谈有关于这个纾困方案 好所以呢 这个也是一个 大家心里面期待的 一个契机啊 就算这个选举再怎么乱啊 终究一个礼拜之后 一个礼拜过得了吗 好这个要看他们选务 如果呢 一切顺利的话呢 一个礼拜过后呢 或者一两个礼拜过后 就会回复正常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他们的 纾困方案也好 防疫 检疫的政策也好 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会 都会进入另外一个新的阶段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啊 这个有关于 纾困的消息之外 那再来就他们的一些数字 一些数字的话呢 出乎意料中的 还不错 一个呢 是他们的 初次行李失业金的人数 目前呢在上个礼拜之后 包括这个礼拜 这两个礼拜看起来呢 都是一个减缓的趋势啊 就初次行李失业金的人 变少了啊 那啊 他不但是降到100万以下啊 他现在是75万人 那原本预期是77万人啊 所以呢 等于是陆陆续续的 都缓步的下降了啊 这个请李失业金的 而且不只是初次的下降 继续请领的呢 也下降 继续请领的呢 原本预估是777万人 呃 请李失业金 现在变775万人啊 虽然下降的不多 呃 但是至少啊 算是一个趋势性的往下走 如果可以的话啦 那这个部分当然是一个好消息 那再来一个的话呢 是一个数字啊 看了以后 乍看下有点吓一跳 想说这个是硬错了嘛 但是我后来 double check 包括呢 看网络上面都是啊 美国的第三季的GDP呢 竟然 这个年增率是33.1 呃 OK好 这个GDP33.1 可能是去年的第三季啊 这个表现还蛮不好的 所以他这个增加率啊 这还蛮高的 好 但是呢 呃 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要看接下来啊 是不是呢 这个疫情会持续的影响到经济了 但至少在目前看起来在昨天啊 就是因为有这些跟数字啊 有关的好消息 因此带动了这个美国的股市呢 稍微的上扬了 那再来一个的话呢 就是财报啊 财报呢 陆陆续续公布啊 虽然呢 像是这些啊 五大科技公司还没有公布 但是呢 有一些啊 这个数字看起来也都还不错啊 像苹果昨天是 呃 首先第一个啊 这个五大公司之一 才盘后公布财报 那表现的都是优于华尔街的预期 所以他的股价呢 先是上扬的啊 那不过 因为呢 苹果没有提供财测 我现在发现啊 这个他们在第三季的财报里面 很 他们照例来说 对公布财报 就是过去这一季表现怎么样 那接下来对未来的展望啊 但是呢 目前越来越多的公司 他提不出来对于未来的展望 或是他不提出对未来的展望 因为实在是很难去衡量 很难去预测啊 那苹果也是 OK 那所以呢 他的盘后啊 就是股价呢 就先往上扬 接下来呢 因为没有提供财测财测啊 应期讨论 那接下来他就继续往下跌 跌了95% 好 但是呢 另外的话呢 就是看起来也是受到这个疫情啊 影响经济的打啊 这个灌压啊 X美孚啊 他们的股价呢 原本是上扬4.4%的啊 但是呢 坏消息是 他们打算裁员 要裁员1900个人啊 因为最主要是石油的需求 看起来呢 并没有那么的乐观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因为疫情 其实呢 表现还不错的啊 是一个 一些跟在网路上 线上交易有关的啊 这些公司 呃 一个好消息是呢 叫做Pinterest啊 他呢 上涨了28.2% 这个涨幅真的很大 那显然的 他是一个社群媒体啊 所以呢 在疫情期间不能出门 大家呢 在网路上面的时间越来越多啊 呃 跟朋友之间啊 这个 不管是呃 这个清土心事啦 呃 这个彼此间聊天啦 相互打气啦 都有 OK 所以呢 他的股价呢 上扬百是28 这是表现很好的 呃 一家公司 好 但是 另外的话呢 是eBay eBay的话呢 他也是他的财报 跟获利 双双优于预期 好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上扬的 不过啊 Spotify啊 他确实下跌 然后他的公司的亏损啊 略大于预期 所以下跌了百分之三点三六 OK好 所以呢 也并不是每一个啊 在这个疫情期间 在线上啊 的相关的生意 都是一定那么好做的啦 啊 那有好有坏 最后有一个呢 跟台湾有关 那是跟联电 联电呢 呃 他们在美国吧 啊 这个部分呢 跟美国的司法部达成和解 因为他认了 他认了 他帮助中国的进华 窃取了美光的商业机密 好 那所以呢 达成和解 判处六千万美金 哇 这个上万余 上兆元的啊 这个台币 呃 这个金额也是蛮吓人的 缓行三年 呃 来跟美国呢 政府呢 呃 进行一些相相关的合作跟协议 OK好 所以呢 这些是我们今天看得到 跟这个欧美股市啊 比较有关的消息 好 那虽然呢 美国股市涨的算是多啊 但是呢 油价依然是下跌啊 呃 下跌的幅度也不低 我们休休了呢 再回来 好 回到来训时间啊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油价啊 这个在油价呢 呃 昨天是下跌的 纽约部分的话呢 下跌了百分之三点三 收到每一桶三十六点一七块钱美金 伦敦布兰特原油下跌百分之三点八 收到每一桶三十七点六五块钱美金啊 那这边讲到的是呢 呃 就是还是真的是疫情了啊 这个对于整个的原油需求 石油需求的前景啊 非常的看淡 所以这边讲到说呢 11月底啊 这个OPEC他们相关的会议 呃 很可能要继续讨论 是不是要减产下去 会不会 必须减产到2021年 譬如说 呃 但是这边讲到说呢 呃 呃他们也蛮慎重的开始呢 讨讨论到说如果啊 如果美国总统大选变天的话 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 就是在这个礼拜最后的美国选举的冲刺的这个礼拜 很可能是大部分的民调以及呢 各个现象呈现出来的包括提前投票啦 包括一些呃 呃综合的因素啊 呃似乎呢 各个国家各个组织都会开始啊 再重新评估如果美国总统不再是川普的话 那么会局势怎么样啊 所以包括我们先前很早就给为大家分析 前几天啊 就讲到说呃 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还有呢 中国的啊 这个习近平在这个中美贸易啊 等等 两个礼拜以前呢 还才啊 两个多礼拜以前吧 才买了一一批啊 这个美国的农产品 那接下来就没有动静了啊 那这个最新的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是OPEC 他们也大讨论说 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啊 这个拜登当选的话 那么接呃 相关的呃 伊朗的核子协议 很可能呢 会重新回到原本的常轨啊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大门 OK 那原油就重新再回到呢 市场 所以呢 市场当中的啊 这个石油供应量越变多 所以你到时候减产半天 有用吗 所以呢 这个相关的话题呢 都已经开始啊 这个进入到呃 各个不同的呃 国家的外交政策的 自己跟美国之间啊 往来的 跟整个一些呢 相关市场的啊 讨论当中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 这个美国的总统大选的结果 确实是影响蛮大的啊 呃 所有的国家都跟美国呢 他们啊公布财报啦等等 我刚看到这个Amazon 他们也公布了财报 表现很好啊 但是呢 重点在于说呢 这五大巨头 目前他们的CEO呢 都被找到 国会去进行相关的听证 啊 那当中尤其是啊 以这个社群媒体为主的 像是Facebook啊 像是Twitter啊 啊等等 还有Google啊 他们呢 啊 YouTube啊 这些呢 都被找去了啊 讲到的就是 但是在选举期间 到底这些 所谓的科技公司 科技平台 他扮演了新媒体的角色 他们在言论自由上面啊 跟这个言论的传播上面 到底应该啊 怎么个去面对 怎么去处理 啊这个当中 当然包括了过去这段时间 呃 像是啊 这个啊 Twitter 还有呢 这个Facebook 禁止去转发 有关于拜登的儿子 相关的在这个通污门的一些相关事件 那尽管这个事后看起来呢 普丁也说没这回事啊 但是呢 在嗯 那个时候的当下啊 就有一些媒体 事实上各自有一些报道跟不报道的理由 那像是呃 先前吧 前几天 纽约时报还特别做了一个专题 去报道说 为什么华尔街日报 没有报道这个新闻 啊 这很特别啊 那因为纽约时报自己呢 也没报道 那好像在内文 把报道了一点点啊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没这回事 还去查证了 那华尔街日报呢 是去查证了以后 因此没有报道 那呃 但是对外界来说 他可能只是没有报道而已 就不晓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那在这个 看起来一团迷雾的状况底下 纽约时报特别做了这个报道 讲到说呢 华尔街日报 虽然被认为是一个保守派的报纸 但是他并没有去挺川普 而并没有盲目的去挺川普 而是呢 经过非常非常多的查证 就问了非常多的人 认定了这个相关的消息 没有实质的证据 可以指控这个拜登的儿子呢 还有包括拜登 卷入了这个乌克兰之间 中国之间的这些丑闻等等 那所以 但是问题在于说呢 推特跟这个脸书 显然没有进入这样的查证 那但是他们就不准转发 那这是为什么 所以呢 共和党的这些政策 就批评啊 这个脸书跟这个推特扮演了 不应该扮演的这样子一个拦阻的角色 那我觉得确实也是 他必须要给一个说法 你最好是因为你去做了查证 那查证呢 没有 因此你不准转发 OK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言之成理 你善尽了一个言论自由的守门人的角色 但如果不是 那是不是就涉及到了政治立场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呢 在昨天 美国国会依旧激烈的交锋 那在这个报道当中讲到说呢 看起来显然的 美国的国会议员 对于这些社群媒体扮演的角色 都非常非常的强烈不满 但是重点在于说 那所以该怎么办呢 你觉得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权力 去管制言论吗 这似乎也不太对 但是放任言论吗 也不太对 也因此目前看起来 他们说针对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 看起来也是出现严重的分歧 所以就是呢 我要在美国选举当中 有很多光怪陆离的现象 或者非常非常多争议性的 但是很 就是知识体大的 而且事情呢 很明显的都越来越浮上台面 那该怎么面对 怎么解决 我想这个是在这个世代里面 新的社群媒体 这个扮演的角色当中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但是也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了 因为平常大家用起来很顺手的时候 都觉得说当然不应该过度管制 但是如果说他不断的暗藏了一些 不管是仇恨言论 假消息 试图去影响你的视听 造成你的同温层当中的一些误判等等 我想这些部分都是这些新媒体 目前他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些问题 好 但是呢 不论这他们这些政治人物 这个共和民主两党如何的针对新媒体 表达不满 但是各自的还是尽可能去接触直接的选民 好 那现在的这个选民 这个提前投票的也越来越多 目前有7400万美国的选民去投票了 我想这个数字应该是不断的在增加当中 那这个川普跟拜登两个人呢 拼命的在摇摆州 这个进行厮杀 在昨天最新的状况是他们在佛州 佛州呢 有蛮多的选取人票 29张 那所以他们呢 就是有点像擦肩而过一样 这个地方你才扫过 我就来再扫 所以呢 也跟台湾选举一样 就是还蛮激烈的 你会想说 哇 美国这么大 怎么可能会狭路相逢呢 但是如果说他们的重点都在摇摆州的厮杀的话 我想这个拜登也非常清楚 他如果就算赢得了普选 但他路跟西拉伟一样输了选取人票 那也是一切都是由大江东去 那所以呢 他也回防 这个相关的 这个摇摆州 所以现在目前两个人都在这些州里面呢 跑过来跑过去 我们休息再回来 好 回到来讯时间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呢 这个社群媒体 在这个选举当中 再一次的又扮演了一些关键的角色 但是呢 到底该严格的审查 还是说呢 这个想办法去过滤 但是还是说呢 完全开放 然后呢 让选民自己去做决定 那甚至连假新闻都不难 这个对于 这个 社群媒体来说千万难了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是 这个在昨天 他们的国会的 视讯的听证会上 祖克博事实上是有提出一个他的解释 他说为什么呢 他们会 禁止 这个拜登的儿子相关的丑闻被转发 他说呢 因为 FBI 又警告他们 他说呢 事实上呢 在这个之前呢 联邦调查局有建议 如果出现大量的文件的时候呢 就应该提高警觉 因为这很可能是外国呢 企图操弄了总统大学 他的意思是说呢 是量突然之间某个议题 相关的东西突然间暴增 他觉得这个东西必然 这个背后有问题 不过这个听起来像是一个通责 就是当某个议题突然之间出现大量的话呢 显然是背后有人在操作 但并没有特别讲到说就是拜登儿子这个丑闻了 但是不论如何 这是左克勃在昨天的听证会当中的说法 那推特部分的话呢 他们则承认自己似乎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过度的草率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我们刚讲到的各个国家呢 事实上都在 那不管说有人要介入 或者有人呢 现在目前在最后一个礼拜呢 开始出现了一些呢 不同的观察跟判断 台湾显然也是 所以我看今天的这个中央社 特别还专访了葛来仪 那事实上呢 在昨天前天啊 这个蔡英文 他在民进党的中常会上面呢 也特别提到了 这算第一次 时间或许有点晚 讲得有点含糊 因为过去我们压 川普似乎压得非常的明显 但至少说了 就说不论这个谁当选 我们都希望跟他 能够维持个非常好的台美关系 那这个部分的专访葛来仪 他也特别提到说呢 不论谁当选啊 他其实认为 未必拜登就不好 他特别提到说 拜登如果当选的话呢 台美今天的交往 那种感觉啊 那气氛会比较低调 那确实啊 这个川普的性格就是敲锣打鼓啊 这个非常的高调 他说呢 会比较低调 但是我们签FTA的几率会增加 OK好 所以那就是算是呢 美国的智库啊 这个专家呢 葛来仪啊 他非常熟悉呢 台美关系 他所做的分析 好那所以呢 这些都是围绕在美国的总统大选 那事实上呢 在美国的总统大选当中 川普最后还是打了不少呢 这个中国牌 那所以呢 今天有个消息 也跟中国有关 就是呢 先前讲到说呢 美国 这个外国势力嘛 不断的渗透 我想要去影响到美国的选举 这个当中呢 联邦调查局 逮捕了五个人 我说这五个人呢 是协助北京方面呢 在骚扰 以及在威胁 在美国的一些呢 呃 中国的流亡人士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这些人流亡到了美国 但事实上呢 中国大陆派出很多人 秘密的啊 都还是在跟奸这些人啦 骚扰这些人啦 想要把这些人呢 呃 带回啊 这个中国大陆去 那这些人呢 显然的在美国进行了 不当的行为 OK好 所以呢 等于美国就正式啊 这个起诉 呃 之前是逮捕了 我刚讲说逮捕五个人 那起诉歧视 起诉八个人 呃 说他们涉嫌参与了呢 这个中国啊 相关的这个行动 他把这个行动呢 还有个名字啊 这个行动叫做猎狐行动 而是中国方面 称他们找 派出这些人 去把中国流亡 在美国的这些人 给带回去啊 这个叫做猎狐行动 但是呢 这个行为 美国政府认为是不恰当的啊 因此呢 起诉了八个人 逮捕了五个人 好所以呢 就是我们看到呢 跟这些啊 美国总统大选啊 直接的选情 或是周边的啊 一些政治话题 相关的讯息 那至于呢 到底美国的啊 选举呢 最后花落谁家 真的是很难去判断了啊 那呃 可以想象的是 呃 川普啊 跟这个拜登 当时不断的啊 去呃 做最后的冲刺 但是呢 大家关心的话题 目前有点转到 开票的状况了啊 因为这个开票的状况呢 呃 越来越看起来呢 会让人家觉得头皮发麻 因为呢 呃 提前选举的人 越来越多 而且当中呢 呃 这个邮寄选票的人呢 也超过呢 呃 去亲自去投票的人 昨天看起来的数据 就已经四千多万元了嘛 好 那这个四千多万的选票 到底该怎么计算 除了我们昨天讲到的 呃 你是以 计出来的时间点 在开票那天就算 还是你等要计到的时候 在开票那天才算 这是一个 一个话题 再一个的话 就是说 会影响到开票的时间 就是说 呃 你游记的选票 在开票就当天 才开 这是一种 那有些是要 其他的票都开完 才开 又是另外一种 还有另外一种是 你在开票日之前 反正你已经记到了 就可以先开 这是另外一种 好 所以呢 如果说是在开票店 当天才能启动开票 甚至是开完其他票之后 才能开票 那显然的 会把开票时间 拉得非常非常的长 那在上一次四年前 呃 川普的那一次 他也是一直到凌晨 就是当天投票的 第二天凌晨三点钟 才他宣布了 他当选 就是说他发现 他掌握的选举人票 应该非常稳了 那是到隔天的凌晨 三点 那所以呢 今年的提前投票的人 还有邮寄选票的人 更多了 那所以呢 目前依照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状况 显然开票时间 会拖得非常的长 那再来一个的话呢 是一个 昨天看到最新的消息 他们可以改投票 这实在是 我觉得美国的选举制度 实在太神奇了 他们意思是说 如果你是邮寄选票的话呢 你因为提前投嘛 那所以呢 中间选情变化万千 那你可能看了一些什么 特别重大的事件 或是重大的一个政策的宣布 因此你决定要改变心意 可以 你可以变三次 所以呢 你可以改变你投票的心意 再一个就是说呢 你还可以 因为先前是邮寄投票 你决定当天要改成 现场投票 也可以 那所以呢 这个川普现在正在呼吁 已经 已经进行邮寄投票的人 跟他一样 去现场投票 在当天改变他的心意 改投川普 所以 这个美国的选举制度 实在是太 太混乱了 我想一个是因为联邦制的关系 你就尊重地方自治 那一个的话呢 是他们对于民主的 这种定义 对于所谓的自由 这些部分 他们的 概念 可能有一些 很特别的历史背景 就像选举人 人团一样 这样的关系 但不论如何 到了今年这个时候 尤其到了 有一位史上 很罕见的 这样的一个总统的 形式风格 因此呢 让这次选举 看起来格外的 这个不但是引人注目 而且很可能会 平添非常多的纷争 就因为这个选物的关系 所以这一两天呢 包括美国的媒体 包括台湾的媒体 也都是 报道了相当多 有关于美国的选物 到底会不会成为最后 其实是最大最大的变数 OK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跟美国有关的消息 最后要关心一下法国 这个法国最近呢 跟穆斯林事件的 非常非常大的冲突 休息会马上回来 好 回到蓝星时间 我们刚刚讲到 法国这个状况 事实上呢 真的是越演越烈 这个最主要是因为 法国先前有一个高中老师 他拿了一个查理周刊 当初被讽刺穆斯林 这个阿拉 这个等等的 一些漫画 那当初就已经发生过 查理周刊 这恐怖攻击事件了嘛 但是呢 这个高中老师呢 他又拿出这个漫画来 可能在讲课的时候呢 讲到了一些 这些东西 结果呢 他就 这个被 这个穆斯林事件 这个斩首 那这个事情 当然引起了法国的愤怒 他们就谴责 这个相关的一些穆斯林 这些恐怖行为 但是呢 对于穆斯林 这个世界的人说 那你不应该去亵渎 他们的真主阿拉 但是呢 这个马克宏的说法 就是说呢 这是一个言论自由 哇 这个言论自由 这句话呢 引发了这一连串过去 大概一个多礼拜当中 非常严重的 这个法国跟穆斯林世界的 一个非常大的冲突 现在这个穆斯林世界里面 非常多的国家 都是串联起来 此起彼落的呢 都说他们要去抵制法国货 然后呢 对于马克宏呢 这个 嗯 就是进行了非常多的一些 街头上的 抗议啦 示威啦 甚至烧马克宏的 这个画像啦 呃 等等等啊 那把它画成一个 呃 这个非常呃 仇恶的人啦 都有 那今天目前最新的状况是啊 呃 显然将这个怒火呢 又烧回了法国自己的本土啊 法国尼斯出现了恐怖的攻击事件啊 目前是说呢 呃 很可能呢 犯下这个罪行的人是一个图尼西亚人 他拿着刀子 闯进了啊 这个 嗯 法国的教堂 啊 这个教堂 那这个是尼斯的天主教堂啊 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攻击事件 有三个人呢 直接被 呃 这个歹徒呢 拿刀 杀害 哦 所以三个人惨遭杀害 那除了哦 这个尼斯之外啊 包括亚维农啦 李昂啦 等等啊 也传出非常多的来自于是比较像是穆斯林世界国家的人 他拿着武器哦 在街头上面的进行相关的攻击跟威胁 好 那所以呢 这个事情显然的 你来我往啊 这个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吧 很多 去报复啊 这个 呃 法国这样的一个不尊重穆斯林啊 宗教的啊 这样子的信仰的 呃 这个说法 但是呢 我们这个行动 事实上呢 也过度的极端啊 所以目前的国际领袖纷纷谴责呢 而这些暴行 而表示要跟法国站在一起 好 所以那这个部分 当然我觉得可能中间有宗教上的冲突 又文化上的啊 这个彼此间的汉格啊 相互不理不理解 但是呃 马克宏这个话确实 讲的啊 我觉得是呃 不够就是 如果看他的这些原文说 他说啊 这是我们表达言论的自由啊 等等 但是如果说 但是他如果还在多说一点点 对于呢 穆斯林啊 这个国家啦 宗教文化的理解 我觉得可能比较好一点啊 那但是对他来说 他可能只是要表达 对于他有国人被杀害这件事情的愤怒啊 所以呢 这个目前看起来呢 嗯 因为一句话啊 所引发的呃 国家跟国家 或是说呢 不同的宗教文明世界 世界之间的冲突啊 其实目前看起来呢 确实有啊 这个不断的延烧啊 这样这个令人担忧的局面 OK好 所以呢 这个是目前看得到的国际啊 相关的新闻 那回过头来呢 看台湾的新闻啊 台湾今天呢 最大的新闻 最大的新闻就是呢 几乎各报道 头版头条都报道了这个有关于飞官啊 他殉职的消息啊 这个飞官殉职呢 呃 他是飞了F51的战斗机啊 他是呃 从台东的啊 这个制航基地起飞啊 那这个朱冠宏啊 朱冠蒙啊 这个字比较特别 还念蒙 朱冠蒙29岁啊 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阳光的啊 这个年轻人 而且他刚刚结婚没多久 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小baby 才一岁多 那你呃 据说媒体报道啊 从他的脸书上面看起来 他是一个非常 嗯 就爱飞行 就爱国家 就爱家庭 然后就爱 呃 生活的一个人啊 他有很多的 很棒的户外的活动 他有很棒的家庭生活 他甚至花了很多时间 呃 他们在这个制航基地有个团 叫虎团 哦 他是吉他手 会会唱歌啊 会演唱 他们会到一些 弱势的呃 群体组织里面去去做公益 所以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 真的听起来就是他这个非常善良的阳光的一个 年轻人啊 那而且他真的是又爱飞行 他从呃 小时候的照片吧 啊 五岁吧 就已经跟F51合照了 他就是想要飞 而且就像飞飞这个 编号啊 那还真的让他飞到了 但是没想到呢 在昨天出任务的时候啊 这个F51最主要是他这个非常老旧的机型 他在1973年的时候就出厂了第一批 哦 那当后来陆陆续续出了啊 那他飞的那一架呢 没有到六十四十六七年 大概有四十年的机灵 那当然有些人说 那有更高机灵的也没事啊 那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是不是就维修出了问题 总之他在这个执行任务的时候呢 才飞出去不到两分钟 就发现呢 似乎呢 是右侧的发动机失效啊 所以他紧急的呢 就啊 这个弹跳 那想要这个逃生 但是后来呢 没想到呢 嗯 这些目前说 是说很可能是因为外部头部外伤 导致啊 这个中枢神经休克 那所以他后来呢 坠入海面依旧的啊 呃 急救无效 那所以就殉职了 那这个事情当然再次的引发大家 对于呢 我们的一些老旧的啊 这些机种啊 等等的这些讨论跟批评啊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那我想当然要给时间去做调查 但是呢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事件不断的重演啊 今年就有十五个军官 就是官兵啊 这个就是殉职 然后呢年初啊 还有这个沈一鸣 我们的蔡某总长 等等 那到底这些无止境的悲剧不断的发生 然后检讨 然后停飞 然后再发生 再检讨 再停飞 到底意义在哪里啊 所以呢 他的妈妈就出来说 他妈妈说呢 他的儿子早就告诉他 F51啊 这个泰国老旧 早晚会出事 这是他妈妈的说法 说 呃 这个朱冠萌 他曾经这样子 跟他妈妈说过 没想到真的是雨晨秤啊 那他就说 他一定要替他孩子把话给说出来 呃 他说一定要等到有人出问题 才会有人重视吗 万一再出现下一位哦 的话 呃 猪妈妈说 他会替灌萌去跳台东的海 所以呢 等于是 他妈妈非常的希望 以他孩子的死啊 真的 让我们的政府 或者我们的军方 真的是正视啊 这些 当兵人的命啊 那事实上确实是啊 这段时间搞得 嗯 整个情势这么的紧张啊 如果你希望 大家真的是 拿出 爱国心啊 拿出勇气 捍卫国家 那更多人投入啊 这个职业军人的话 你要给人家好的设备 不是吗 你要给人家让他可以信任的一个维修的啊 整个的 呃 不管是维修啊 器材维修原因训练点等等也好 都应该是让大家 呃 能够有安心无余 做最坚强而安全的后盾 才能够替你拿着武器上 上战场 不是吗 啊 那现在呢 看起来我们的这段时间啊 大部分的事情都拿来做大内宣啊 我们的呃 战机可以堵得很好啦 我们的战车可以变得像大黄蜂一样 变形金刚堵在市场里面啊 然后呢 呃 我们的飞机可以这个迎迎呃 这个升空迎敌啦 啊 然后我们的中科院可以发射飞弹啦 都是啊 都是 但问题在于说 这些东西东西真正回到人命上 就是说最实质的 当你真的要发生战争的时候 它是如此的真实 它是如此的残酷 那我们是真的替我们的年轻人做好了准备呢 那否则的话 不断的去制造这样一个紧张的气氛 然后不断的呢 这个借这个机会去 呃 夺取自己的 这个政党的政治利益的话 那但是却还让这些年轻人去平白送命的话 我觉得就绝对不会是我们所要的啦 啊 那啊 国安局长昨天呢 在立法院背询 他说呢 台海形势确实是还蛮紧张的啊 那既然紧张 真的就应该把更多的一些 我们的国军啊 该拥有的东西更加的优化才对 ok那再来一个消息是啊 今天有传出来台南的长荣大学的女学生啊 被呃 似乎勒 就是被嗯 勒毙 这个事情呢 在南部以前非常大的恐慌 ok我们时间到了 周末愉快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